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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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怎麼了?不相信嗎? 不相信,怎會不相信 我全都爆發的影片,是否在那裡 有,等等 這次經歷,我靈感創作了一首歌 是關於死亡的 有了這段影片,我就將它放在音樂影片 這段影片,是不是天下無敵 這個想法很棒 那你兩句來聽聽,我們去夾曲 我跟你們一起唱歌 我們一起唱歌 就像我唱歌 我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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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都是機械錶 他還經常叫我 去瑞士的錶廠做學會 我爸爸為了阻止我 他找華哥 為他偷了我的錶去辯職 我跟他翻了面 心灰意冷, 就跟了爸爸 回去做家族生意 你想我用同一個方法 令Neo想回來接收家族生意 Benson這麼多小子 也都是Wallace的大哥 他應該幫我領手 如果他真的做到 我也不會難為那兩個人 放心吧, 宋先生 這件事交給我跟Benson 我只是覺得有點可惜 Neo這麼難得找到兩個 這麼真心對他的朋友 你知不知道通往地獄之路 他有甚麼方法 他就是華哥 他就是華哥 幾年之後我遇上他 知道真相 為了補償他 我就用了一個很便宜的價錢 他租了這個店給他 這個應該是事件 想不到華哥一做 就在這裡做了三十年 他錯過了 我 香港的黃金三十年 通往地獄之路 就是有事不關心 Wallace和Ebony 越真身感對Neo Neo就越離開不了音樂 這樣繼續走下去 他只會回不了頭 就好像宋先生所說 通往地獄的路 都是善意所鋪成 我終於明白為何在這個世界上 99%永遠都是窮人 低一個%是有錢人 又是可以控制其他人 窮人永遠用窮人思維想事 而有錢人 他們已經超越了所謂是非黑白的概念 對和錯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結果他好意壞 又學到一些東西 如果你這次可以幫助宋先生的話 你一定會得到他的信任 以這件事是你想要的 交換條件是甚麼 看你肯不肯把你小孩上台 我反而慶幸宋先生再給機會 接下來這首歌 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作品 主題是關於死亡 如果你們用心聽這首歌 你們會聽到友情的味道 你們要看你 是否一邊不肯把你承受 爸爸這很傳統 反對他已經可以被他 亦都沒想要 所以連哥和Wallace都認為 都只是你支持我 我會收回律師費的 我這次在幫你 還要幫朋友 謝謝 謝謝 Alfred 你好 我知道你會幫我的,謝謝你 不好意思 這位是高律師,在電話上跟你說過 我提醒Alfred跟你簽一份IVF的同意書 以免日後有甚麼分歧對大家都有保障 不用靠打官司解決 也對的 首先我們由第一項開始 Alfred希望將來的嬰兒是聖業的 聖業,但我跟Liddy,我們想… 做法是建議的 起碼我跟爸爸有個交代 或者我們先談下一項,好 好 Alfred代父的身分要讓小朋友知道 有甚麼問題 你也說了,Alfred的性格又好又聰明 外形就更加不用說了 讓小朋友知道有個這麼出色的代父 不是更好嗎 但我怕會影響到小朋友的成長 他可能會很疑惑 疑惑? 我想應該沒甚麼疑惑得過 有個女人還有爸爸 Lily要擔當爸爸的角色已經不容易 再多個代父 我怕小朋友不能接受我們 不如我們先談第三項 第三項,Alfred希望 可以隨時探訪小朋友跟他見面 不可能 這樣會影響我跟Lily的生活 我只是想要我寶寶而已 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想接下來的十多項都不用說了 為甚麼?為甚麼會針對我跟Lily Lily?Lily是沒有錯的 我從來沒有歧視過Lily 亦非常尊重每個人的性取向 我只是不希望有些人利用這個身分 去道德綁架其他人 我沒有 你有 因為你一腳踏兩屑的對象是一個女人 所以你跟Alfred分手 從來沒有覺得內疚 從來沒有說過一聲 Sorry 你有否想過Alfred的感受 因為Lily是一個女人 所以你可以有恥無恐 回來找個前男人 叫他跟你做IVF生寶寶 因為你知道就算Alfred多不開心 他都會迫著幫你 這些還不能綁架 是甚麼? 其實老爸真的罵得我對 他經常說我很愚蠢 很醜 我經常為了自尊心 只會證明給所有女生看 我從來沒有輸過給他們 但更愚蠢的是 裡面身邊有一個很好的 我竟然忽略了 他真是很好的 又關心我 又保護我 還常常知道我 但我竟然蠢都 我當我是一個朋友的感覺 你最傻的事是 居然還來問這個女生 你是否支持你和你的前男人 走? 但也沒問題 至少他也知道了 這個女生的介意 誰是這個女生呢? 那個嗎? 還是那個嗎? 那個嗎? 你們要我說謊 騙Neo 讓他跟我翻臉? 神經病 有錢真的可以餓了嗎? 我第一次聽到宋苑濤這樣說 我也覺得很離譜 但我一直跟自己說要冷靜 你要冷靜才能解決問題 你不是說要冷靜才能解決問題 為甚麼你不嘗試 在Neo面前做一次壞人? 你說一次謊真的那麼難嗎? 我跟他大學認識到現在 是兄弟 我們明白 要你這樣做真的很為難 Neo是你最好的兄弟 但你問心那句 究竟Neo重要 還是Ebony重要一點? 當你聽到宋先生 有可能要追究的時候 你也這麼生氣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Ebony知道的話 他心裡會有甚麼感受 他會有甚麼反應 為了Ebony 就受一次委屈吧 喂 在聊甚麼? Wallace擔心你們打傷Neo 宋先生還會追究嗎? 追甚麼究? Neo也沒事了 而且我們已經認了 還想怎樣? 難道錢真的大了嗎? 好,我命就只剩下一條 但是你就抱著一起去死吧 說說而已,沒事吧 你還要說的是充滿 你還說是充滿 我 你只想要再說 我一定會選擇 你還未必自然 你也不會想要 雯雯,連傷我都承認了 如果不是朋友的話,就縮下了 他們真的這樣跟你說嗎? 你先出去 他們說謊 他們從頭到尾一點都沒有承認過 你這次能救回 全教你爸爸,找徒弟請幫忙 Wallace不是這種人 他不是這種人,他沒這麼壞 放車,他沒有這種必要 真的沒有必要? 如果他們承認了,你又失救的話 他們面對的是殺人的罪名 你說他們承認不承認? Wallace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不會這樣對我 那如果是為了Ebony呢? Wallace,宋先生知道這件事很委屈你 他只希望你諒解 其實他還是為兒子好 他很感謝你 宋先生真的這麼說 宋先生怎麼說不要緊 最重要是Wallace身體變好 他只能順利處理到這件事 其他人說甚麼我可以通通都不相信 我只要你說一句話 你有沒有出賣我 你肯說,我就相信 有了 就是為了Ebony呢? 是呀,我是為了她 你找女人上腦嗎? 拿我的臉來救票 六年啊 我和你合作樂隊六年了 你又為了女兒 你還記得我們那時候合作樂隊 出帳 全場拍攔手掌 我們玩音樂 通宵去合作樂 喝Rap會當飯吃 你每次唱歌的走音 你以為你真是天才? 你只懂得叫 你當甚麼? 我當甚麼? 我忍夠你了 你以為你拿錢出來 讓我對比我還要理你嗎? 你以為我真的當你朋友嗎? 臭丫 我又不想再見到你 Ebony,你來了嗎? Nio出院後,小心點看著 之前做手術 驗到她腦內有個隱藏的血腫瘤 雖然都撤除了 不過都要小心點 Nio 喂 你想要怎樣多謝我和Wallace 你的午餐啊 裝甚麼朋友 一個而個都玩得我好處 混蛋 甚麼啊 開車 開車 喂,為甚麼Nio這麼生我們呢? 怎知道呢? 可能又生你上次打他那件事吧 不是啊 醫生說是我們不打不撞 反而救了Nio 好啊 所有的事都是你們搞出來的 是呀,是我們搞出來的 我是你的親弟 對不起 我是一個壞人 但是你知道最壞是甚麼嗎? 最壞就是搶了你們做壞人的機會 我跟Benson 宋先生提出的不是要求 是威脅 你以為你們兩個有得選嗎? 你應該就像你說的 大不了就抱著一起死吧 是呀,你是個弟弟 你覺得我會推你去死嗎? 我跟Benson 只不過是想你們心裡變得好一點 現實就是這麼殘酷的 雙人的角色就讓我們兩個去做吧 我們兩個未有自動 不知道是甚麼是現實 但不就像你們兩個這樣 金意投降 還說到自己這麼偉大 好啊 你當我們兩個錯了 那我問你們 有甚麼選擇 我只知道我現在沒有了一個最好的朋友 他根本沒有音樂天分 你當他是朋友 是不是應該勸他放棄音樂 接受家族的生意 其實現在的結果已經是最好的結果 無論對Neo 宋先生 對你們兩個 我們這樣做其實想保護你們 這些不是偶弧 是操控 你們兩個當我們是木偶的無益 Neo沒有音樂天分是一件事 最重要是讓他選擇 現在他爸爸連他選擇的權力都剝奪了 你們一個一個都是幫兇 我們不會就這樣輸 我們不會就這樣輸 知道了 你也不想的 交給我出來吧 你不幫我就算了 你現在做甚麼 你明知道我有音樂天分 你是我爸爸來的 你應該支持我的 你到底是誰做生意 你真的不肯跟我做生意 我平時都沒有譯理義 你叫我讀大學我就讀了 我現在自己偷偷地夾冰 我怕你會生氣 我問你最後一次 你是不是真的不肯跟我做生意 我打算多夾幾年 不行了 我打算去加拿大叫你姐姐回來 喂 你想我怎樣 你明知道我不喜歡做生意 你花時間要我接受 你也要我慢慢學 你也要我做生意 不用了 追夢了 追夢重要 以後宋家的生意不關你的事 我當生小哥 喂 你跟你爸爸攤牌了嗎 他跟我攤牌了 我打算回去接受家族生意 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又說音樂夢想你要撐到行 就是了 我不是聖宋的話我是Nuffing 我是臭小哥 OK 喂 他真的是靜臭小哥 他明明有得選擇的嘛 你為甚麼要放棄呢 其實從來都沒得讓我們選擇 會不會去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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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兒子醒了,你替他分享一下 你的兒子? 他就是你的兒子? 當然是我兒子,只是我用個條子來形容 我寄身於這世上無人能見證那黑暗天蕩 如靈魂會向我要衝出這宇宙不改變 到心我可以葬屬我也要去創 願你的驚世樂長 齊爭出熱愛輕狂 願此生聲勢回向 放棄世界再見別了更瘋狂 如果肥仔強再打你,你一定要打贏他 不然的話,你不要承認我這個媽媽 我也不知道得罪了她的事,她要踢開我 為什麼要玩我呢? 我有很多卡人都像你那樣的情況 我希望可以幫到你 明天我有空 那我準備凸凸凸,寶寶嫂 直接上你家吧